盲測測出哪一個面是我的面 你們可能不曉得 我用看就知道是誰的 因為我的面顏色那麼淡 然後面沒那麼細 然後我的粉沒那麼粗 醬油味沒那麼重 現在長是我的面吧對不對 我認為煮麵呢 麵要煮得透 水要多 水要多 水要滾 溫度要夠 最好能夠在水裡面加點鹽 要有清除的程度 不要只是加鹽 只要加到清除的鹹度 你的麵就是有鹹 所以你整個的糖料 事實上就會維持它 比較清爽一些 可以加點麵水 麵一蛋經過水煮之後呢 它的麵粉會融到水裡面去 這個水來拌麵是比較恰的 麵它會吸水 它不能在一個很乾燥的環境下 它不耐吃 我用水波蛋 那個蛋整個 整個 整個 只有六分熟 七分熟的蛋 剛剛好熟化 整個壓 六分熟 壓在蛋 壓在麵上面 壓破掐破 突然在麵上 就噴一整個 哇 然後這樣 軟 哇那個軟好吃的 然後呢 新鮮到不行的 蟲花兒 香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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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啤 白酒 再拌麵 我兩孩子 吸力我呼呼的就吃完了 一起舉絕 一起舉絕 多一個蛋黃這個 大概八分熟的蛋黃 一起舉絕 這個香氣 非常滑順 而且更辣了 差異大不大 差異大 這個就是我對好吃拌麵的做法 對